依照示威組織的數據 從去年年初以來 全球感染到了禽流感 或者是被撲殺的家禽 有超過兩億隻 這也使得不少的政府 和大型的禽類生產商 對於禽流感疫苗的態度 出現大轉變 在法國新南部朗德省 經營加大型養鴨廠的迪普一 打從二零一五年起 經歷了四場禽流感 六成的心血付諸東流 眼見新波疫情又將逼近 過去向來把疫苗 視為禁忌的迪普一 想法有了改變 全球多數的大型禽類生產商 過去長久以來對禽流感都是採取隔離 或是撲殺的手段 對疫苗敬而遠之 一方面是這將增加飼養成本 另一方面則是擔心疫苗會隱藏病毒的傳播 進而傷害出口 家禽產品最大的出口國 美國至今就態度堅定 但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紙 打從去年年初開始 禽流感病毒席捲全球各地的養殖場 染疫或是遭撲殺的家禽超過兩億隻 以法國為例光是去年補償養殖業者損失的經費 就多達11億歐元 而雞蛋價格狂飆也讓全球糧食危機更加惡化 許多政府和大型禽類生產商 對疫苗的態度有了轉變 要繼續使用這些技術的保障 避免疫苗進行疫苗 反正如果我們進行疫苗進行疫苗 我們可以希望有一個保障 可以暴露這個發展 隨著歐盟對禽流感疫苗的解禁 重災區法國針對鴨子進行疫苗實驗 荷蘭也開始對彈機進行實驗 義大利則是從火機著手 匈牙利則是北京鴨 實驗結果預計幾個月內就會揭曉 和德國資料公司百林佳英格漢合作研發禽流感疫苗的 法國動物保健公司施華表示 初步結果相當樂觀 特別是降低了染疫禽鳥的病毒排泄量 恭喜新冠網紅人兵役